地球的歷史 對 地球歷史 173頁 讓我們來看一個歷史 因為我想知道這附念的歷史 我們怎麼去理解這個歷史 問附念居民 那你問到年輕的人 他知道事情是新的嗎 他問年輕 你想知道久一點還是 100年前的人問誰 問人瑞 那不用問人瑞 也許他會說 我好像聽說 我爺爺說什麼什麼什麼 人瑞就是超過100歲的 或是年間當哥人瑞 不是成瑞 不要誤會 就是成分 你去問年輕大一點 他可能知道你老一點對不對 那如果想知道更久怎麼辦 想知道200年前的東西 挖地板 幹嘛 Google Google不見得知道啊 Google怎麼知道 Google都無論知道 那請問一下 我們薪水庫的200年前是什麼 會開Google Google 會用一個解課 找一個資料 Google沒有啊 Google不見得會有 Google你可以Google找到了嗎 Google不會有 你也可以找時間的 它可能沒有很具體 沒有很小範圍 它可能是大範圍 沒有很小範圍 因為這東西 它也沒有那麼多資訊 它資訊哪邊看 我記得為什麼Google 它有辦法 喬到一兩千年前 但前提它可能是一些大範圍的 我簡單來講 為什麼它不行 你知道Google的資料從哪邊看 算了 不見得是算了喔 它不見得是 衛星沒有錯 衛星收集一些資料 那有些是可能當初以前古時候的公開古 因為現在衛星 衛星可以打上去 是只有二十年前打上去 它可以拍到一百年前的照片嗎 沒有 那一百年前的照片是什麼 時光技術 時光技術 它可能有些是回推的 是計算出來的 有些站到天氣氣溫 是計算出來的 所以它沒辦法計算到局部 那我以前這個清水湖這邊 真的一塊股 它沒有資訊 它沒有資料 它已經沒辦法做 所以它可能可以看大方圍 又像北極圈啊 南極圈啊 或大洲大陸的那些變化 可能可以 但是沒辦法分區 所以我們要研究地球的歷史 我們要怎麼辦 怎麼辦 從誰 金屬單身 金屬單身 為什麼 我看有沒有金屬 有沒有金屬 大概幾年前就開始有金屬 你知道嗎 如果如果看金屬這個 四個想法也不錯 那我們知道 人類的歷史 假透地球的歷史 五一年前有沒有金屬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練鐵金屬 對 還沒有練鐵金屬 那所以金屬的意思 什麼方式存在 用鐵砂 什麼叫鐵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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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課本上禮拜 上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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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形成 有耶 他形成一種什麼東西 他說金屬都以什麼樣子存在 以什麼 不是什麼 金屬啊 各位是 不會是說 我看到鐵了 我看到鋁了 我看到 銅 什麼混合 是混合嗎 所以是沙子 化物 是化物 是化物吧 不懂 化物是什麼東西 所以裡面還有 不是 不只有鐵嗎 化物指的是說 鐵跟另外別的元素 化好了嘛 就是氧化鐵 我們上禮拜 就我們講說 我們在某什麼時代 咦 是我上禮拜講過 什麼時代 開始產生 赤裂化 赤裂化 所以我們可以證明說 那時候其實氧氣蠻充足的 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好像沒有影響 那一樣 咦 上禮拜有沒有講到這個 那上禮拜有沒有講到這個 那上禮拜有禮拜三 那上禮拜有禮拜三 禮拜三啊 嗯 上禮拜三有講到 大氣的行程嗎 大氣行程 氧氣濃度增加 你看 171頁 我們講海洋 海洋 海洋 氧氣濃度增加 對不對 咦 你們是只有講到這邊嗎 沒有講到這個 沒有講到金屬 怎麼就記得都講到這裡 真的人還沒講到這邊 哦 因為它已經去透了 那就是這樣 你看 當初我不講 回到我們上禮拜可能講到 生命的出現 生命的出現 開始我們講到臭氧 臭氧氣 有個原因 為什麼產生臭氧 氧氣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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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氣太多是因為什麼樣的形成 為什麼氧氣太多 因為藍綠菌 因為藍綠菌 菌類的藻類的東西太多了 它開始把二氧化都轉換成氧氣了對不對 所以氧氣開始沖在大氣 氧氣越多越多越多 那我們的氧氣跟臭氧是一個可力反應對不對 用不用 氧氣跟臭氧是可力反應 不知道 我們在講 化學都不講過嗎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講過 氧氣跟臭氧是可力反應 氧氣跟臭氧是可力反應 所以當你氧氣 但是它的反應率很低 就是說可能一萬個才一個反應 反應率很低 但是它就有機會反應成臭氧 所以當 那個時候呢 氧氣夠多的時候呢 天空中就開始形成了臭氧 臭氧的好處是什麼 可以組織 那個紫外線 可以組織宇宙射線 紫外線 高能射線都可以 都可以組織起來 所以當這些 什麼 全包高能 被戰鬥的 當這些東西臭氧層 把所謂的 強高能度的 剛好強度的宇宙射線 給擋住的時候呢 射物就可以擋住 這個地球上 射物就可以離開水面了 我就可以從水面上 離開 就可以移動到 地表了 對 感覺上是一個人 躺在這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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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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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龍類 爬龍類 爬龍類就爬出來 所以地表上開始有生物 是因為氧氣太多 但我們其實在對這 氧氣太多還有一個理由 是因為那時候開始有出現鐵礦 那你看 171頁 這是歷史上的證據 我們看到了 這個叫做高中鐵礦 高中鐵礦 高中鐵礦就是氧化鐵的成分 高中鐵礦 就是氧化鐵這種成分 它是疏鬆的 鬆鬆軟軟軟 高中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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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氧化鐵 三加鐵 所以也就是說 在古時候我們看到的大部分的元素 都是以化物的方式存在 它有種可能性存在的方式是 以離子的方式存在 存在海裡面 好 我們不是講的嗎 你可能在岸上出現一些化物 它是可以解離的 它被水沖到海裡去之後 它已經有水嘛 水就可以把它解離掉 慢慢的它形成很多礦物質在裡面 誤會誤會 誤會 所以當大溪的氧氣越來越多了 那就是形成新的生物 這些生物它離開海裡面 市場的海裡 它慢慢吸引會 用氧氣當作它的主要的 生命的 維持生命的重點 所以當它離開海 跑到陸屏上來的時候 它就直接呼吸氧氣 因為陸屏上就只有氧氣 那早期呢 你可以看 如果看生物的一個現象來觀察的話 這個演化的過程 我們從水生的生物變成什麼 蛤生 蛤蟲類 氧氣類 氧氣類蛤蟲類的東西 好 氧氣類通常有性價是什麼 氧氣類特徵有什麼 會非 喔 有塞 有塞 兩氧氣類有塞嗎 不一定吧 總之就是可以說水裡有塞 因為有塗 兩氧氣類可能有塗 可是沒有塞吧 應該兩 塞是水生類 兩氧氣類不是 水生類它反正可以叫什麼 呃 金蛙不完全嗎 金蛙怎麼爬什麼不完全 就變兩氧氣類 兩氧氣類 像青蛙中間兩氧氣類 對啊 青蛙是兩氧氣類 可是青蛙就沒有塞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算 像海陸陸 但是青蛙的幼蟲是有塞的喔 青蛙的幼蟲是有塞的喔 它這個 沒有一個海陸海 你看那個 也就是說 生物在那個兩系列的時候 它變 這叫什麼 從它幼蟲時期 或是它小的時候變成大的時候 它有變體的過程 像變態 像比如說蜻蜓 蜻蜓 完全變態 蜻蜓它事實上是 完全變態 是什麼 是昆蟲 可是水菜是什麼 水菜完全變態 它是完全變態的生物啊 它是從水生動物 它變成會肥 是不是 它變成會飛的昆蟲 從水生植物變成會飛的昆蟲 水生生物啊 沒有說植物 水生生物 水菜是水源的昆蟲 水源的生物 它算是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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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就會 所以你看它是完全變態過程 它完全在幼蟲的時候 它是有塞的 可是當它變成個體的時候 它就不用塞 它可以呼吸空氣 所以它已經 也就是它幼蟲 已經適應水源的 有氧氣的生活 它不用被氧化下來 它是用氧氣 它通常爬蟲類也是一樣 那許多爬蟲類 或是氧氣類 它移動到陸地上生活的時候 像青蛙它怎麼呼吸 它沒有塞 它不是靠鼻子喔 靠腔 背部 背部 它靠背部 不是靠背部 背 它靠它背的皮膚 它靠皮膚 它是皮膚上的 結果沒有鼻子喔 它有鼻子 但鼻子不是用來鼻子 它是靠背上面的黏膜 背上面的黏膜 它會濕濕的 濕濕的跟空氣中的氧 氧會融到水分去 它去吸收那個氧氣 所以它有點介於 水深入深中間喔 實際上它沒有 它如果整個皮膚乾的話 它就很容易死掉了 對 那它的 另外我幫你講一下 它的皮膚的構造 就有點像我們肺泡 我們的肺泡就是這樣子 我實際上我吸收的空氣 我真的是直接把氣拿去用嗎 並不是啊 空氣進到我肺裡面去之後 它跟我的肺泡的血液 肺泡表面的黏膜去溶解 把氧氣溶到黏膜裡面去 在進到我身體裡面嘛 它是一個轉 是一個轉動過程 所以你可以從生物的演化過程上 你也可以看到這個 整個大氣的變化 是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你練習有氧氣 生物才慢慢演化成 它適應氧氣的模式嘛 所以氧氣濃度是這樣持續升高 慢慢的吸那個平衡 所以這樣平衡的結果就是 大氣的結構就是20%左右的氧氣 80%左右的氮氣 目前它平衡在這個狀況 就是平衡的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這樣 所以氧氧層對於 生物轉換程度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 OK 接下來我們可以講地球的歷史 所以講到歷史呢 我們要怎麼去研究歷史 歷史 歷史學家 歷史學家 要怎麼研究歷史 問他老師 他老師怎麼研究歷史 他們用地質盤透氣 地質盤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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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只要 層 有疏密 事實上他研究 他用地質盤透氣 不太容易 真的 所以以前有的 研究真的就把它刮開了 當然 你要用地層 到底什麼結構 還是這一次開挖 像當作在挖那個血碎的時候 看看這個血碎裡面 到底是地層的結構怎麼樣 他還是要必須挖 他怎麼挖 他拿一個 旋轉的 有個那個 類似電鑽一樣 他轉一個圈 拿上來就看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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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 那個叫 就是地層 他可以看他這樣 旋轉起來之後呢 那個一層一層的東西 一層一層的結構 一層一層的結構 好了 那請問一下 當然在挖血碎的時候 他重點不在裡面的 整個地球的變化 他只在乎說 我這邊結構夠不夠硬 我會挖隧道 會不會垮掉 他在乎這個東西 就是地層的結構強度 但是我們如果一個 地質學家 或一個生物學家 或一個 我們關心地球歷史的人 來看的話 你在這邊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年份嗎 我可以知道說 什麼時間發生什麼事情 我可以從這邊看得到嗎 估計 怎麼估計 那個 那個 碳 碳 碳14 放射性的碳油 那是一個方法 那是什麼方法 那什麼東西 碳的碳油 我們兩個講到 碳就是 碳的半吹琴 半吹琴 喔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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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嗎 懂了 真的齁 就是保揮細胞 保揮細胞 對不對 碳14 正常的碳什麼 碳12對不對 是不是 碳6 正常的碳是碳12 然後可是有部分的 放生性元素的碳是碳14 所以碳14 中會轉換成碳12 對 他中會轉換成碳12 那我們就可以推啊 在 這個 這個原始 這個原始被刮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推 所以我們可以先測它 碳14有多少 好 那我們知道 碳呢 這種放生性元素 那有個特別 那有個東西要半吹琴 寫錯了 半吹琴 好 衰變 從碳14變成碳12 這東西要衰變 半吹琴 就是說 碳每6千5百年 假設剩一半 就是說 假設碳14有1000個 過了 過了 6千5百年呢 他就剩500個 再過 6千5百年 剩幾個 剩幾個 剩250個 好 那是他意思嗎 反正Forever他就是 欸 請問你在幹嘛 Forever他就只在入的是 當下的量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現在原來比一半 要半摔期 所以當我知道說 假設我現在只剩10個 不過原來1000個 我現在只剩10個 請問我經過幾年 怎麼算 5乘10的60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怎麼算 欸 同學 這是數學 這是Lock 你們學過Lock的 喔 哪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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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Lock Lock 50 5 Lock 50 怎麼樣 Lock 50 Lock 5 10 10 對 怎麼樣 蛤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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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們說 簡單來講 我們不知道經過幾個半摔期 我們可以說經過X個半摔期 對不對 對 我們經過X個 假設X-E的時候呢 我們總量會算多少 總量怎麼寫 總量 總量 Q 50 Q 會等於多少 500 等於二分之一吧 總量 500 對啦 就是我們拿一個比例的算 1千嗎 1千 1千 對 那我們拿 現在的量 現在的量 除上原來的量 對 是等於二分之一 對 我如果X等於二 我就經過兩個半摔期 欸 這個Q會講到多少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那如果經過三呢 喔 喔我懂了 Q等於X 等等等等我很好 呃 X乘 X乘二 蛤 等等等等 X乘二 等一下 Q等於X乘二分之一 X乘二分之一 欸 X乘二分之一 2X乘二分之一 所以X乘三 它可以三 等於六 對嘛 這2的 2的X字嗎 喔 喔 對對對 X乘二分之一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是什麼 欸 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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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2 x 多個2 等於2 接下來呢 2 2 2 跟0.3010 沒有在聽有其他彩繪的同學 有喔 都會錄 0.3010 等於2 所以可以解開嗎 他就乘上一個x 然後呢 x 等於 0.301 分之2 有嗎 對 x 感到大 10 怎麼樣不會是10 1千分是10 6.6 6.6 6.6左右 6.6 所以就給你挑一次啊 我們現在知道x 等於6.6 x等於6.6 那你們知道嗎 一個半拆其實幾年 6 我剛剛講6500年 對不對 假設6500年 所以把它撐起來 是不是等於我現在真正經過的年 6.6 x 6 6500年 就是我現在經過這麼多年 也就是這個固體被我找到的時候 假設我測出來 它現在的碳 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就得測它的年份 大成年份 這樣問題 對 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我給我問題啊 好 一開始一千個怎麼出來 為什麼可以設定 為什麼可以設定 為什麼到一千年前 為什麼到這麼多年前 它是一千個 那為什麼是兩千個 為什麼不是一萬元 我算的 怎麼算 逆推法 逆推法 怎麼逆推 我現在要逆推 我假設 我一樣假設這個結果才可以逆推幾年嘛 我假設假設出了 我逆推結果就差很多了 那我怎麼知道以前到底有多少 顧倫常術 顧倫常術 什麼意思啊 就是它這個定義 那我不會用這個 一千一千一千 一千 我沒有洗掉聲音 好 好 這個當作我們今天的作業 我去查一下 好 我們在做那個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查了 不不不不 誤會誤會 我們在做碳14的 那個年份測定的時候 我一開始標本出來 太早給周圍 你知道有意思嗎 知道問題了嗎 知道周圍是什麼嗎 沒有 太早給周圍 要這樣的話 下去就忘記了 記起來 記起來 想一下 那個碳14吋跟標本是什麼 碳14 測定年份的標本是什麼 原子量 啊 碳不是CA嗎 這是蓋 噢 鋒鞋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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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對 好 想一下 想一下 好了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說法 叫做軍變縮跟古今一致 什麼意思啊 我們要推測歷史 我們要推測現在過去的狀況 一千年前兩千年十 十萬年前 一百萬年前一千萬年前一億年前 那我怎麼推測他 所以他有個理論叫做軍變縮或者叫普京一致 那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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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課本都有 你們都不看課本的喔 你們都不預習的喔 我們講出把第二張預習完 同學 第二張預習一下 好多人看課 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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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上課 預習 那不是一樣嗎 一樣嗎 六成好說破啊 這什麼意思啊 軍變中古今一致說 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軍變中古今一致 軍 軍變中古今一致一樣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就大概173頁 七 什麼意思 軍 bonuses 軍進 second 軍 vehicle 軍人 服務員 軍 accus 軍人 軍情 軍 軍 什麼意思 名字 Terry Terry的名字 好 這什麼意思 Gimmy的說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Gimmy的說 他內容是什麼 喔 早點弄一度 各位朋友給我解釋 拜託看一下好不好 173頁 第一段 你說 this or this 文章的第一段 人類無法接 不要這樣好不好 看一下 告訴我什麼意思 現在的現象 應該跟以前的現象是一樣的 現在跟以前的現象一樣 那現在有氧氣 以前沒有氧氣啊 怎麼是一樣 可以推倒 可以推倒 對 怎麼推倒 就因為Gimmy說我們才可以開始推倒 Gimmy開始推倒 那Gimmy說的意思是什麼 那Gimmy說的意思是什麼 那現在發生 我們現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一定會發生 都感覺 對 所以他這裡叫做主力 所以 例如現在河流會親持大地 然後神經理上 然後會退育以前有 也一定 也一定會這樣 也一定會這樣 所以現在發生的事情 以前也一直在發生 現在發生的事情以前一直在發生 同意嗎 同意 同意啊 但是同意 所以現在發生以前一直在發生 什麼現在發生 我們現在發生 就是我們現在的 動物大部分都是 吸收氧氣 組出二氧化碳 所以以前也發生 以前的生物也都在組出 吸收氧氣 組出二氧化碳 是這樣嗎 OK 所以這中間的Gimmy說到底在說 他說的不是說現在發生是以前在發生的 他說的是什麼 他說的是支配現在事情在發生的這些道理 在以前也一樣適用 譬如說 河流水流過山 會把山的土地給切割對不對 這個事情在以前也會有發生切割 可是我們現在有發生一條河在切割山脈 以前有沒有那條河 沒有 不一定有對不對 可是這個原理是都可以通用的 這原理是互通的 現在如果有一個隕石掉在地上 會產生大爆炸 同樣可以推證 以前如果有一個隕石掉在地上 也會產生大爆炸 可是以前有沒有產生那個隕石 以前有沒有那個隕石 以前可能沒有那個隕石 以前可能只一對隕石 或是以前根本沒有隕石 不知道啊 可是這個理論是互通的 你現在看得到的這些 產生地質變化的理論 在過去那個理論你會適用 當然同意 知道意思嗎 同意嗎 同意 同意 比如我現在這樣 碳十字 假設六千五百年會衰變一次 衰變一半 那這個理論在過去兩億年前 是不是適用 也適用 這樣我們才可以推測過去的歷史 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推測 所以這個道理簡單來講 他只提出來說我們的理論 基本上是沒有變過 可是有些東西有改變喔 我們的理論有沒有改變過 有 我們理論有改變過 所以當理論發生修正的時候 你要修正的事情很多 譬如有一天好了 假設現在客人要跟你講 我們現在這個碳十四 算變一起 半算一起六千五百年 結果有一天另外客人 從人家做的時間說 錯了 原來只有六千年 那怎麼辦 改變 不是過去 對呀 過去所用那個碳十四 衰變一起是六千五百年的 所做的結果 重新要重做一遍 對不對 但是就是理論用同樣的理論來推測 好 這就是簡單來講 均變說 普經一致說 當然普經一致或均變 講一指理論一致 不是說事情一致 知道意思嗎 差別人在這裡 絕對歷史年代跟相對歷史年代 有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 你剛剛會講說 這個地址很老 這個地址比較年輕 那是什麼 像這 像這 好 絕對的話是 這個一百年前那個歷史年代 沒有錯 有這個意思 就是你絕對的意思是說 這個我們經過計算之後 經過推測 經過測量之後 它是一千五百年前 我只告訴你 那這個相對歷史上是相對於哪裡 假如說它是相對的話 相對哪裡 相對於現在 我剛剛講一千五百年 相對於現在 這是拿現在的比 就是絕對 所以絕對通常有個基準詞 這基準詞是在哪裡 通常可能是相對於 宇宙代誓的那個時間 或是相對於現在這個時間 但是相對的話就沒有什麼 相對於這個比較 這個比這個老 這個比這個久 我通常就這樣判斷 他有時候推出的歷史就是這樣 推出一個時間的歷史 就是說 欸我發現這個時代 這個事情 不用講 簡單來講 是牛頓先出現 還是家偶先出現 簡單來說 家偶 牛頓跟家偶誰先出現 家偶 為什麼家偶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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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家偶 家偶 不然我剛剛說 家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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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 家偶 我剛剛反正他被打到人 後來當中 可以打嗎 可以打嗎 不可以打 可以打 我怕他最近過敏 皮膚不好 打到臉 人家皮膚更嚴重 對 可怕我會反向我 真的嗎 那先打你看看 不是我沒有問題 不是 是家 是家偶先 是家偶先 是家偶先還是牛頓先 為什麼牛頓先 為什麼牛頓先 牛頓先 牛頓定力 牛頓定力怎麼樣 牛頓先 對 牛頓定力的力 對不對 家偶呢 家偶拿牛頓這個力的定力 這定力成什麼 度 定力出功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從事件發生的線 過去推測誰比較 早 牛頓跟愛因斯坦誰先 牛頓 為什麼 牛頓先 因為 先有 先有第一次 工才有 那個 電能 電能 愛因斯坦規會是 不是電能 他講的是相對能 喔也不是 喔 相對能 相對能 那愛迪生也不是 愛迪生也不是講電能 電能是誰講 那個 那個 電能是誰講 電能 好像是 打拉蒂 或者是 酷輪之類的水 不會保證誰說的 好 那是誰 誰 名字三個字 名字三個字 打拉蒂 那不是 就是 我們是誰 發現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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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青蛙的結合 跟電作 可是 我不覺得 反正放進去 倒耳片然後放鬆 你說 富蘭克林 不是 不是啦 電能應該不太 富蘭克林只有 他只是發現了 原來雲裡面也有電 他只發現這個事情 Ginley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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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可以從一些現象 事實上發生的 的東西來決定一下 相對的前後關係 相對的前後關係 我們來簡單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地質現象 看到這個現象 你等我A B C D 誰比較先出現 A 然後咧 B C 然後B 為什麼 趙順序 趙順序喔 趙順序 C在校名字 是科技技巧嗎 C C靠近地 對 A B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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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一個A B C 第一個是D A B C D A B C 你呢 D A B C 說說看 你就再看 A A A先 然後你說看道理 你說看 因為D 它是中途插進去啊 OK 這個位置 為什麼不中途 為什麼不中途 不中途 為什麼不中途 因為 其他都是蓋在D的上面的啊 那蓋在D的上面 為什麼這邊沒有蓋住 A沒有 這邊沒有一層A 不是啊 我說不是都蓋住 我說是 你剛才D寫的嗎 A這邊壓到就有蓋住 B這邊蓋到 然後C在這邊蓋到 可是你如果A出現的時候 它可以蓋到B的話 它這邊也要蓋到一點點的 就算再少都蓋到一點點的 沒有 因為D是一開始就這麼高了 有沒有可能出現什麼斷層烈縫之類的 然後第一就蓋到 這不就是斷層烈縫 這有可能是岩漿嗎 對 那岩漿不就一定是最下面那層 最早的 不是不是 但是形成地殼來講 它算是最新的喔 是喔 是啊 岩漿雖然很老 可是因為它還在變化 你不知道它現在 它現在就是新的 它還在變化 它產生地表 它就是新地表 產生的新的地質 我們就做新的地質 不會做它舊的 所以以這個年代來分的話 比如簡單來講 我們再以一個生物來講 假設A這邊埋了一隻什麼生物 B這個埋了一隻生物 這個埋了一隻生物 這個埋了一隻生物 你這款埋了一隻生物會比較老 應該看到D裡面的生物吧 有可能嘛 如果它骨頭疼 因為岩漿出來的時候 它骨頭疼 包住骨頭不見了 就會化掉了 對 很好 ABCD 對 就包了一隻動物 哪一隻動物比較老 不一定 要看它一直確實 會不會有地質的變化差那麼多 應該是隔了好幾千年 對 沒有現在應該沒有一個生物 可是它幾歲時 它就是那個年紀 它不會比較老 好啦 我說比我們比較久 我們說比較老 譬如說好 莫達特 假的現在 我們講說莫達特 兩百歲 明淡 這什麼意思 他已經死後兩百名 應該用出生的來源片 應該算兩百名 所以我們說他現在是 他是 他是兩百歲 對吧 是這個意思 不會說他現在死的時候 是明淡 明淡 明嘛 他不是寫眼嗎 應該寫這個明淡 淡純紀念 不是寫過嗎 應該這樣寫嗎 明淡吧 明淡 明淡就是死掉的意思 可是我叫 國庫淡純紀念 對 淡純就說他生的那一天 對 那你可以講說 我不是在那天放假 沒有放假 這樣直數點 這個真的有ABCD D是後面出現的 簡單的你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界面 這個界線被切斷了 界線被他切斷 他一定比他新 懂我意思嗎 他被他切斷他比較新 那這誰比較好 C啊 C啊 C比較老 沒有E比較老 E比較老 為什麼E比較老 因為太小片了 什麼東西 E比較新來比較老 E喔 那是A 最老的應該是A啦 那接下來 B B 然後再來 Zu 然後再來 C C E 有E喔 E這到底算什麼啊 E是什麼 E到底是什麼 E到底是什麼 E這張圖卡圖喔 E是什麼 好圖 我以為他一直聽 E是怎樣 E感覺 E感覺 我不知道 但是我 我真的要原創 然後是先放上來 E是什麼意思 老實我不是很清楚啊 他只翻轉嗎 翻轉 什麼意思 E是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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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翻轉什麼意思 翻轉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 翻轉 可是你從哪個角度看他在翻轉 C把他轉下來 C把他翻轉下來 因為我感覺他的界面都 我 我是有看到他 刻意把 B跟C中間的界面化 粗粗的 超有的線 OK 因為我覺得 但是可以如果從 ABCD來看的話 應該是 A B 珠 C 連蛋一二長 好 來看一下 A 這就很清楚 F折是這條線 對 E 這應該是有什麼東西 我跟剛剛講 一手很確定 蛤 因為青石 青石面嗎 可能 C和 C都是台灣 有可能是青石面 那如果回到剛剛這個青石面的話 那現在還有誰比較老 他說E比較老 E比誰 E比C E比C老 C先有 E才有 OK 也要沒有錯 E把這邊整個青石掉了 拿C出來覆蓋一下 對對對 不要錯 所以這個 你算是 A B 蘇 E C OK 如果他青石面的話 好 年份應該怎麼算 A A B A B A E Z A B C E F Z 同一 A B A B C F C F F E Z 如果是青石面的話 因為青石面兩邊感覺就有差 沒有 他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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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個青石面 同一個青石面它變化了 對 所以他一定比F 老 對 他是分開之後才有變化 因為這左邊感覺比較密 又密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邊還要另外再寫個青石面 還要另外再寫一個 我不管 所以可以看到F F比E 年輕 對不對 對 我們從斜斷面來看 這個E被F截斷了 所以E一定比F 老 F又被D斜斷了 所以D又比他年輕 所以從年輕來看的話 D是最年輕的嘛 他是最完整的 對吧 對 然後這F 第二個年輕 接著來是E 那這是從上考下別 就是E B A 這樣子 所以青石面就沒有差了 青石面 這兩個是一樣的青石面 只是它 因為後面有一個D殼 那個斷層嘛 所以F產生斷層 這個方法整個層上來 2 OK 好 再看下一個 他沒有標準答案 這 我們早上完全標準答案 你是什麼態度 什麼態度 好 這是什麼 這比較簡單 是吧 A B C F 應該是先有E吧 主E 好 先有P還是先有F 先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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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如果是先有F的話 那E的青石面 可能會連他上面 跳起來一點點也會青石嗎 你說這一塊嗎 對 就是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是他整個 假定說是先有這個 不會有E的話 先有E再有F的話呢 F 為什麼青石面跟他上面 他再有F 沒有啊 青石面就是 整個慢慢的被青石掉了 被青石掉了 被青石掉 被青石掉 或是這個地方流不流河 然後 河流乾了 然後不久後 鹽漿又蓋上來 有可能 那這樣不是他產生的時間 就不一樣嗎 你說 一根 租的產生時間嗎 對 就租這一層的話 當然這一層最老 慢慢的越來越年輕對不對 所以租這整層 是他不同的年紀 對吧 這一條線上的是最老的 但是我們只說 這一層是同的東西 像你看起來 這樣覆蓋下來 我總是最下面一層 先覆蓋到 上面再慢慢覆蓋上去 對不對 那一定是這樣 所以E是一條線 當然E有辦法 知道說 E這條線它會多久 就沒辦法盤了 那可能70了 20年 30年 100年 1000年都可能 因為它慢慢從上面剪下來 慢慢剪下來 但是剪到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但是剪到有一天 突然第一蓋上來 對不對 對對對 好 之前在疑惑 我再問一下 沒有 所以我們目前 訪問出來的答案是怎樣 我覺得 我自己的看法是 A B C E 豬 那你比較有建議是 E跟F 誰先 對不對 但是 不像我豬小一嗎 沒有 豬是最後蓋上去的 E是先清死掉 比如說 這個簡單來講 它是這樣 它先 E不折折那條線而已 E是那條線而已 對啊 那一開始 應該是說 我這邊這個地層 是這樣子的 我是A B C 產生對不對 嗯 那接下來呢 它產生一個斷層 所以把它舉上來 對 所以被舉上來 變成這樣子 這斷層形成 那這時候呢 可能事實上這個 C也很厚一層 那Anyway它舉上來之後 它舉上來是這樣 對不對 嗯 它本來這層在下面 它把它舉上去 它舉上去之後呢 它就開始侵蝕了 它就開始被侵蝕掉 那被侵蝕掉 侵蝕到這一塊 真的不見了 哦 哦 終了 然後最後D再蓋上來 嗯 好 那現在自己想說 那這邊就 這位嘴 這位嘴感覺有高度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說 感覺到這邊有高度 有可能 所以 F跟E之間 有可能是 先F在E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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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意思嗎 F到一半 F到一半 好 1.F 應該這邊會有個小高度啦 這邊有個小高度 這邊有個小高度 你看下面斷層之後 它距離應該是 到底多少大的一個高度 欸 它那位置不準確嗎 那兩個高度都不一樣 這邊的高度跟這邊的高度有點差別 裡面的像是應該要一次秒透 我往上推起 這邊的高度跟這邊的高度 應該要差不多 那如果以這個高度來看的話呢 這邊事實上已經被刺激掉了 好 這邊有說 剛這個 丙元又提出了新刺症 我們又可以去網看 對不對 這高度也是關鍵點 所以說其實 這邊有寫了一個事情 你看 在第 第173月的第二點 他說 殘缺或不連續的紀錄 要怎麼處理 打壓這個 需要研究人員加以推理 填補跟整合 懂嗎 就好像我們現在是研究人員 我們正在這個地質現象 我們來做推測 每個人提出自己的施政 提出自己的想法來做整合 找到一個合理的解說 這樣懂的意思嗎 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但是我們總是可以合估邏輯 接下來可能自解就要相關 同一種 丙元說的 F這個高度 這個落差 也就是說 假設這個F先產生的話 這邊應該有相對一個高度 在這裡 可是他沒有出現 所以他的認為是 F比E先出現 接下來就是自解這個 自解這個 自解博士要 接受不接受這個說法 接不接受丙元博士的說法 不接受 不接受 這個陳佑博士有新的論證 來 收一看 這個是丙元提 OK 好 但是純粹是個人的分感 這個位置的成果 蛤 再說一遍 他看來就只用畫錯而已 為什麼B那一層 不是應該更好一點 比如說這一層 左邊 這邊 應該更好一點的 沒錯 我沒有說錯 OK 就本質化錯 所以他這樣的高度 你可以接受嗎 這邊應該有一個高度 這邊應該有一個高度 對不對 比如說 C這個高度是至少的高度 他應該有這麼高的地方在這裡 C這一層 有沒有 假設這是地層的話 有這麼高的層 這麼厚的層 出現的話 這邊應該有這麼厚的層 對不對 都沒有 也見 所以 也就是說 這個罐子先出現 在後面再會被吸死掉 大家可以接受嗎 可以 你出個點頭而已 你出個點頭而已 會不會覺得這比較接近 他畫的也會有問題 有可能 所以 我們正式的現象 你要到現場去推測 如果只是畫的話 如果畫的人有問題 他畫錯了 我們就會得到錯誤的答案 好 那回到半摔寫 我們剛剛講過半摔寫的意思 那半摔寫有很多種元素 那不同的元素 我們可以追著不同的年份 譬如像 右千衰變 右千衰變 或是土千衰變 它可以研究的範圍是千萬年 為什麼他可以研究時間比較長 性質不同 哪裡性質不同 對 我知道性質不同 哪一個性質不同 紫素 跟紫素關係不大 原子素 也關係不大 電子素 也關係不大 原子序 原子序 原子大小 分子量 分子量 不是 簡單來跟本開始有關 他分二平常有關 跟性質有關 那你講的時候 沒有講那個概念 我還是不知道他的什麼性質有關 比如說他的密度 比如說他的密度 跟他的性質有關 我說那到底哪一個性質有關 哦 跟密度有關 那你說密度跟誰有關 密度跟誰有關 跟性質有關 但是我講個東西 我才會往下推 摸個比例吧 什麼東西 摸個比例 對 我們剛才算的時候 是不是後面那個x要乘上半吹型 你半吹型 你半吹型如果很短 能推測 就是很短的時間進行 所以像也就是說你看 碳14的半吹型 可能就在幾千年到一萬年之間 可是如果右前的摔變 或左前的摔變 他就是可能是在 一千萬年左右 或者是幾百萬年之間 那可能在幾百萬年 才會半吹型一次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 來推測的是幾千萬年的時間 那幾一年怎麼辦 如果再找 幾一年的再找 找什麼 半吹型太大了 好 這個東西 我們當然有第二個作業 哦 這個作業 11年 如何推的 然後藏著這首 OK 幫我關一下那個 給你 村里 商壽 空重 打算 等一下 不要 冷 冰